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这里是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傅查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个历史的现场 来看待不一样的中国史 那有人说傅查你在这个节目当中 讲的历史不都是不一样的中国史吗 没错但今天这个不一样的中国史呢 就是一套历史丛书的这个名称总名称 那他的作者就是我非常敬仰的这个历史学的前辈 也是我们在文化界的前辈叫杨兆 杨兆大哥 那杨兆大哥从去年的2020年的4月份开始 对出版这一套历史的这个中国史的重新书里 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八本书 然后整个计划是有13本书 那这个系列呢 我觉得非常独特的地方是说 没有按照传统的中国朝代的断代史观来去切分 而是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 把每个朝代容纳到这个时段当中 加以重新的定义 好这部分是我觉得看到这套史书的时候 第一个让我觉得非常亮眼的地方 其实这是我应该说不只是这样 我还刻意的希望打破朝代史观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以前理解中国历史上面 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 因为他从一开始 一般大部分的人从一开始 包括像在台湾 从小学 我们以前从小学教 就开始背这些东西 下乡周勤汉这样一路下来 但你到后来你就以为 朝代就是这个历史的单位 可是这是很糟糕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这样就会简化历史 所以到后来就养成一种习惯 就一个模式 这个朝代谁创立的 然后这个朝代有一个盛世 接下来它中落 再下来它复兴 接下来它灭亡 然后就新的朝代 就新的朝代 就一定必然会落入到一个循环时观 而且这循环时观会让你误以为 每个朝代大概都长得差不多 对那这个中华的这个朝代史观 差不多是在二十世纪初左右建立出来的 对不对 应该说民族史观里面 民族史观里面把朝代史观放得更高 或者是更重要 但是不过的的确确是在中国的传统里面 从正史的这个美朝 替前朝 修史的这个习惯 修史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正统史观的连结 对那这个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在看杨肇大哥在写这个书的导读的时候 他特别谈到了从前幕开始谈起 从前幕的国史大纲开始谈起 那我觉得很有趣是很想请教杨肇大哥 就是因为我觉得前幕的国史大纲 他有一个国史 对那我觉得这个国是很重要的地方 但是杨肇大哥谈的是通的概念 是不是 那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说 您为什么从前幕的国史大纲的当中 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应该说更细一点讲 这我在书里没有讲 是我对前幕的看法 那我还是基本上我一直都是敬称他前兵士先生 包括就是长远以来 因为他对我的影响 我现在尽可能习惯说就叫他前幕 对我来说其实都还是有点不敬 我一般都说兵士先生或者是前兵士 那我要解释的是说 但是在我心目中的前幕的史学 其实分两块 有一部分呢是他民族史学的立场 那民族史学的立场 包括你刚刚讲到国史大纲国史 还有呢他一开头的那个引论 我高中的时候背过那篇文章 因为那是民族史学的经典文章 做一个中国人 你一定要了解怎么样了解中国的历史 然后中国历史都没有久远 史料都没有完整什么什么 然后你一定要有情感 这中间是一个 要有敬意 要有敬意要有情感 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号召 那这一部分当然前幕是非常重要的 民族史学的代表性的人物 但是我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会被这种感动 可是更进一步的研究史学 那我会看到说 我原来想象我们认为的前兵士 他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史学的一个代表 所以他的史学的概念里面 有很多是受到那个传统 或者是民族史学的影响 很保守的部分 这是一部分的前兵士 但是另外有一部分的前兵士 其实是非常非常开创性的 是非常革命性的 像我在第一次的书里面 特别提到他那两篇 后来回头想1950年代 考古学都还没有在 新世纪时代考古这么重大突破 他写了 已经看到了某些 他是从文字学上面 然后他写了中国古代三居考 他写了中国古代农作考 这后来都完全 非常厉害 非常非常厉害 而且是非常突破性的 所以我就说我对于前先生 其实是有这个矛盾暧昧的情感 我的意思是说到后来 还是他那个非常大胆在中国的史料里面 读出不同意义的这一部分 深深影响我 我想说包括像前兵士先生最最好的学生 余英诗 那都是受到他的那种 这种其实是革命精神 就是从一史学的角落来看 意思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相信传统对于史料的解读 你要自己去读史料 你要自己在史料里面整理出你的看法跟你的观点 那这一部分是更深的感动我的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对的 国史那一部分不在我的架构底下 对我来讲 对 但是通史的部分 但是通史 创新的部分 恰恰是你的勇气来源 是 意思是说 过去当他写应该说 那个国史大纲的内容的前身 当他在北大 然后后来到西来年大去教中国通史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真的用这种角度说 什么叫做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只是说 一个学生应该要了解中国史的大字的从头到尾 可是前言他们对通这个字 他特别的坚持 包括我在 我讲的小故事了 他坚持一个人教 没错没错 这个故事很传奇性 这是民国传奇 这是民国 当然民国才有办法 对 没错 就在今天 其实任何地方不管是 都没有了 大概都没有这种精神了 那所以通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自己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一方面我本来就是对这个东西有比较多的思考 另外一方面也很深有感触 比如说如果你不是这样讲的话 对 有很多报告 很容易那个朝代之间的差异性就会被研磨掉 对 因为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朝代 没错 讲来讲去大家会听来听去都觉得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那可是因为你有一个通的概念 所以 例如说我会很强调 即使是这个我们说近世史里面 宋代跟明代 那宋代跟明代都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世人的文化 文人的文化 但是他们还是非常不一样 在政治的意涵上面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这就是因为在通史的这个架构 或者观念底下 才比较有机会 比较有办法可以凸显的 对 这是杨肇大哥在设定这个不一样中国史的时候 他特别强调是说 就是说我们跳出朝代 然后我们给每个不同的 不同的所谓的朝代 那个时间段 进行一个相对精准的定义 我用相对精准是因为不同的历史 一定有不同的理解 像我们看到第一本跟第二本谈夏商周 那杨大哥就会特别强调说 商是一个诡气森森的时代 那周是一个文明跃进的时代 那因为我们今天在后面也会谈到 商跟周这两个朝代 两个时代的差别 所以他这样一个定义呢 就会让我们重新的去 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 去看待 跳出朝代史观 去看待那个朝代本身的那个特质是什么 那我再请教杨大哥一次 就是我觉得现在你在台湾写中国史 这个问题稍微有点点敏感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 已经进入到一个好像是越来越脱离 中国史的一个时代精神的一个状态下 那这个时候你却有勇气去写 不一样的中国史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也许就是 在节目的这个下一阶段 可能会再好好去展开讨论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我理解到就是 我自己的工作当中也有很多一块 是想提供一个跳脱中国史框架而理解的历史 对那在台湾重新理解中国史 下下是似乎有一种不一样的可能性 因为都在一个汉字的文化环境下 我没有曾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可是现在台湾又变成一个以自己主体 来理解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理解中国史 然后这样的一个中国史呢 呃的呈现方式是什么 然后你在写作这个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一些挣扎跟矛盾 好 比如说你的台湾主体性 跟你对中国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相信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很值得去讨论的 是的 然后我们在节目的下一阶段呢 我们可以就此进行辩驳 进行辩驳 好的 那节目到此 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下 我们一会再回来 节目我们重新回来 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是复查 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是杨兆大哥 谈不一样的中国史 然后我刚才跟杨兆大哥 在私下有讨论一点 就是我觉得在当下台湾的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氛围当中 似乎谈中国史已经不合时宜了 然后你如果谈中国史 你一定是颠覆的暗黑的 然后对中国史才行 然后从一个比较客观的 一个比较旁观的立场来看待中国史 似乎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但是你也还在这里做这样看中国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中国 对 可是我们还要看中国 那我一直觉得 我们不可能不看中国 就是我们在台湾 就是如果不去深入了解这个中国 其实是没法看到自己的 我是觉得第一个 就像会有这样的一个节目 这样看中国 我觉得我们不能不看中国 可是我的背景 我所受的思想的训练 我要把一样东西看清楚 我只能够从历史上面去看 也就意味着 尤其像现在的中国 它这么庞大 它这么复杂 没错 那我的习惯是 当我对一样东西开始有困惑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就叫我去追索 它怎么来的 那当然这追索可以 可以长可以短 那也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的训练 所以很早很早以前 我就很想弄清楚 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 告诉我们说 学历史可以对现实有所了解 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 那所以在讲 我从来就是对于这个连结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要 要确确知道 当前的这个中国是这么一回事 你一定要回到中国的历史上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我也从来 我应该说 我很年轻的时候 我很幸运的得到这些 这些学者们 这些老师们的影响 我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叫做 固定的或者是真理的 历史的真理 历史本来就是 一直不断的 随着你的不同的观点 一直去探索 那并不是说 历史可以认随你怎么捏 而是你会在不同的 困惑的情况底下 对历史 对这些已有的史料 去扣问不一样的问题 那在扣问不一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在我探索 中国历史的角度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中国的一统 跟中国的分裂 或者是说 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中国到底是不是一个 叫做统一的文化 对 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容易的答 没有那么容易的 所以目前你还没有答案说 到底中国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 我觉得中国 如果从历史上面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问错了 因为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 必须要在历史上面 而且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转变 所以你可以讲不一样的时期 它的不同的文化 你不能把中国文化当作是这样一块 铁板一块 不动的东西 然后来说来 我来描述中国文化 那样对中国文化的描述 一定都是错的 不管你怎么样 一定都是错的 那又回到说 讲到古史 因为从第一册 其实这是 这是我的 另外是我的老师 张王子 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 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才去看 为什么那么讨厌 为什么要批判朝代史观 因为从一开头 这个就讲不通了 就是夏商周 那像我想副查 你可能知道 像讲坛社 日本讲坛社 他们的那一套 中国史 中国史很坦白说 我最不满意的就是第一册 因为第一册 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从 新世界时代考古开始 然后描写记录了 说了好多好多的 那个考古的遗迹 但是最后又调回到 朝代的框架 框架里面去了 又开始说 夏朝出现 然后接下来这个时候 商代出现 那我就觉得 这一位日本的考古学家 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真的不知道 从书丙前 然后到张王子 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又说他有一个更好的 把它整理出一个秩序的方式 除非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有新世界时代考古 更大的突破 到目前为止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定论 也就是夏商周 不是前后相续的 朝代 夏商周是三个 是存在的 至少他们 他们overlap相当的一段时间 那所以他们是来自于三个不同地区 三种很不一样的文化 那你说光是夏商周 我们就不能用朝代史来看 没错没错 光是夏商周的各个不同文化可能的发展 他们都构成中国文化 但我们就不能说 这个中国文化是统一或者是合一的 夏根商最大的问题 或者说最迷人的地方 他们如此的不同 他们的不同 简直我觉得超越了唐跟宋的不同 我都 应该是没有任何 我说在中国文化的这个 不同的政权跟交替当中 所有的变化当中 最迷人的一个就是上周之计 对 因为上周之计这个是真的就是文化的带坏 另外一个是这个战国结束到秦 这是帝国的出现 这都是大转变 那可是如果你用以前的朝代史观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凸显这个 例如说我也举例来讲 你也没有办法真的这样去看秦的重要性 对 因为你以为周天子跟秦始皇是同一回事 其实秦的出现非常重要 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回到讲回到这个商跟周的部分 因为下我想我们先略过 因为杨兆大哥这个书里谈到非常多 非常的不一样的观点 有很多小的主题 光是看题目呢 就会很细腻看下去 但是因为太庞大 我们只能挑一些重点来讲 我觉得商周之变 是我今天很想向杨兆大哥去请教的一个话题 就是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文化跟文明 怎样的族群 就是他跟周的差别 这个部分杨大哥特别谈到 就是用鬼气森森 用这个祖先崇拜跟上屋的文化 来定义这个商 那么他这个族群从哪来的 他基本上我们现在只能确认 他是来自于东方 东方 而且这又是通史的一个观点 因为你到后来你会发现 对 像来自于东方 如果你从通史的角度来看 他有特定的道理 例如说我们到今天 西伯利亚的东方 上满教的 对 那个传统 海宝流非常大 然后再下来我们看几个 从东方 从东北方崛起的 从东方 从东北方崛起的 这些民族 其实他们的那个 应该说 制度跟文明的方式 都有接近的地方 都比较接近 就是张老子先生所谓的 叫连续性的世界观 就是不觉得活人跟死人 或者是人跟鬼神 有这种绝对的差别 绝对的界限 包括我所在的这个满洲文化 跟满洲文明也是如此 所以我就正想说 这已经那么晚了 都已经到了十七十八世纪 然后可是跟这个公元前 十几世纪的这个 还有那么奇怪 所以他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 我们其实从通史上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有非常清楚的 地域性的文化的差异的 那包括像在 比如说你讲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 虽然有齐鲁 齐鲁 今天我们都说叫山东 但齐跟鲁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山东的东部 因为海的关系 靠海的关系 你看那个是当年是方出方式 然后出 神仙秦始皇旭 神仙出阴阳五行的地方 那鲁呢 是被这个周文化改造了之后 然后所以你看山东的西部 那是很不一样的两种文化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 就讲到说 商到底是商从东方来 然后它带有非常清楚的 那种萨满教的 那样的一种宗教信仰 那当然我在书里面 把它称之为叫鬼气生生 也有人批评我说 那个是有负面的意思 我觉得不见得 我觉得那个鬼怎么理解 我们拿今天的角度 来理解好像很负面 用中国文化后来习惯的是负面的 对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 就是到后来 把鬼当成负面了 对就是孔子那一套 就是孔子这样下来的信念 此不与怪力乱生 未知生未焉之死 对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生人活人是世界比较重要 可是你现在真的最难理解的 但是在考古资料上 在甲骨文里面表现最清楚 就是他没有这么明确的分别 伤王都是 伤王其实都是乌嘛 都是乌神 然后你看这么多的甲骨文上面 最重要的事情 都是伤王自己去补的 没错 然后自己补了之后呢 还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再去验 然后最后就说 每样东西都是验 都是零的 都是零的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他就是个大萨满师 他是个大萨满师 那我们如果从赛满教的这个比较文化的 这种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对商的文化不难理解 因为他的统治 因为赛满教文化的的确确 乌就是最高的权力的掌握者 对 那他权力的来源就来自于 因为他有上天跟通天地的这样的一种特别的能力 跟一般人区隔开来 商我们看到的这些证据资料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当然我又说 这又是另外了不起 从董作斌一路到藏汪子 我们今天对商朝的文化 我们的理解也是有时间性的 对 有早商 然后接下来有中商 然后接下来有晚上 他们的状况也不太一样 对 所以商呢 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跟州完全不同 州是非常中国的 但商却非常的不中国 那我们在节目的下一段阶段 我们再展开商跟州的差别是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回到央广的这样看中国 我们继续跟杨兆大哥在讨论商跟州的差别 我们刚才在私下里有聊到是说 如果这个商的文化是环渤海的一个萨满教的文化 那我们看到后来遗留到现代今天的包括像满洲 像朝鲜都是在环渤海那一带而形成的一个文明 所以我们会说那也有人说商的后人一部分来到了朝鲜 机子朝鲜的故事 所以朝鲜人说他们是商文明的继承 或者是说孔子因为是商在血统上有阴商的这个血统 虽然在文化上比较接近于州的文化 中国文化 所以朝鲜说孔子是他们的 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合理性吗 从历史上面来看还是太牵强 太牵强了 那今天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有的不是一个历史的传承 而是一个我宁可称之为叫做affinity 那这种历史文化上的亲和性 意思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这样看 可能非常有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地域性的文化 所以朝鲜的根底的这个庶民的文化 有一部分非常可能很接近商朝的文化 跟商朝文化很类似 那所以这是可以比对的 然而再下来就是比较麻烦的是讲到孔子 因为虽然孔子的的确确 例如说他临终之前的那个告白 就是说我自己这个梦店两迎间 就发现说其实都要做鬼的时候 我好像会回到那个商的那个领域里面 我是商人的后裔 对对对 因为孔子的文化认同 有一部分是商的部分在存在 那是血缘 因为的的确确 这个孔子的祖先来自于宋 宋国宋国本来就是当时 殷商的后裔被迁到随着为之旗 然后被迁到宋去 然后立了宋 可是孔子有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文化认同 而且他的文化认同是西州封建制度 所建立起来的王冠学 那如果在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跟朝鲜就很远很远了 所以要把孔子拉过去 这个方面是 但是我在想说 我们现在的民族史观的建构 比如说像中国人会把这个皇帝 拉到自己的这个政治血统 跟文化血统当中去 那如果他这样拉的话 那朝鲜人也要这样拉 似乎也是一种就是民族史观的建构 这我就觉得说 这是我会比较小 试图小心一点 就是包括基本上我在 我的谈古史的书里面 完全不谈皇帝 我只谈了 我是相对的是 依循着顾结纲的方式谈 谈就是古史三类构成说 意思是说 那个越古远的到后来的那个祖先 是越后来才被发明出来的 我们要了解 我们看历史 其实不是把皇帝当历史 而是把皇帝怎么会被创造出来 当做历史 那看待的方式 角度跟眼光 我们看到历史就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谈到商的晚期 当然商被周打败 那你书中特别谈到说 商内部形成一个所谓的 就是革新派跟保守派 在占卜的方式有很大差别 这个革新派跟保守派 会不会是跟商的发展当中 出现了跟西方的文化 比如周的部分 跟东方的原来的这个文化之间的 认同跟放弃 跟改变之间有关系 就好像北魏孝文帝 那个所谓汉化运动一样 然后因此他商内部出现了分裂 然后因此有诚可及被周打败呢 这里谈话短说 尽量谈话短说 牵涉到几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商变成了共主义 安阳 尤其搬到安阳之后 当然他的势力持续在扩张当中 在势力扩张的时候 他必然要接触到许许多多 不一样的文化 不一样的部落 这当然也就是牵涉到 在这个之前 中国的新时期时代 文化基本上是满天星斗士的分布的 所以当你扩张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已经既有的部落 就被纳进来 但是你要怎么把它整合进来 其实看得出来 商朝在他的早期 一直到他搬到安阳之前 包括他一直跑来跑去 一直不断的迁都 因为他在做这一方面的联盟 而他联盟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就是鬼神策略 把你的祖先纳进来 你就跟我是同一派了 我们大家就在一起了 那可是呢 等到你扩张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非常非常显然 因为商朝 另外商朝的文化 它是一个 我们称之为叫做 Binary Structure 二元文化 二元结构 它就是两个系统 人流之正 所以又在这样的一个 二元的情况底下 所以就很自然的 就会变成有一部分的保守派 那保守派呢 是希望继续用这种方式 怀柔看待 把这些其他的 周边的族群 归纳进来 但你看看起来 这中间也出现了另外一个强硬派 强硬派是认为说 我们作为英人 我们英人应该要 就是要忠心要独大 他们应该听我们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就开始排出别人的祖先 对 所以你在那个整个祭祀 跟占卜的 在补的仪式上面 就开始越变越 越变越严格 那这就是 主家改革的这个意义 可是这里就产生了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代价 因为你用这种方式 别人就没有办法跟你平起平坐 别人进来的时候 就只能当你的附庸 一定有人就不满 其中很不满的 其中的一个 而且在西部越来越大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特殊的历史条件 越来越大的就是周 所以在主家改革了之后呢 就变成看得到 东方的商跟西方的周 他们的冲突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样那个商的东西平衡的问题 其实跟商内部的两种 两派不同意见的 这个是有关系的 然后最后就演变成了 最后周 以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邦 我觉得当时我们看周 跟大义商之间的关系 似乎周就好像是个小县城一样 然后商是一个大的繁华的 国际大都市的感觉 所以这个一个小县城 挑战了这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就是这个所谓的牧野之战 但是这只是开始 因为后来按照杨肇大哥的分析 实际上周统治商的故土 东部的故土 其实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故事 因为没那么简单 这也是很有趣 因为这是两三千年前 所发生的事情 坦白说非常意外 这是历史迷人的地方 我们今天比当时的人 知道的更多 更多 当时的人指的是战国时代吗 不知道 我讲的是包括周代 包括周代 包括汉代都 例如说周人 他们其实对商人 他们是迷迷糊糊的 他们根本不太了解商人 他们只是知道说 在他的东方有这个巨大的势力 然后他过去他认为他藏起来 他一直在讨好这个大衣商 然后呢 可是大衣商欺人太甚 包括你看那个记录 西伯昌就是文王 应该是死在商人的手里 所以五王才会搞出发兵嘛 所以就是你真的是七人太甚 然后呢 可是其实周人当时一直就觉得自己不可能去对抗 没有能力挑战上 那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 周人激信 他们到了周元之后 跟江姓之间的 跟羌人 跟羌人结合 那所以到后来是 其实是因为你七人太甚 我只是为了告诉你说 你不能够继续这样欺负我 就没有想要一打 就发现说 就打赢了 就打赢了 打赢了 我刚才讲说 所以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 周人对商人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跟了解 因为他太害怕这个巨大的势力 那经过了周代的文化这样建立下来 就两千多年 坦白说没有人搞得清楚 商是怎么一回事 一直到1930年代 安阳考古 考古发现之后 很惊人的一件事情 我到现在讲起来 我都会起鸡皮疙瘩 因为我觉得说 我何德何能 可是我真的敢跟大家讲说 As a matter of fact 我比当时的周人更了解 当时他们牵涉在他们改变他们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对 我最清楚 对 这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你看我们现代人 能看到那么多甲骨文的材料 经过研究跟分析 反正周人是不知道周人 可是周人他不知道这个商人的情况 他就要统治东部的 以这个洛阳以东 非常巨大的商人的土地 包括不同的族群 那我觉得对周来说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那因此周就必然要发展出一套制度 一套文化 一套体系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是周的历史就这样展开了 那周的文明呢 就因此跟商的文明是完全的不一样 那你是认为说 周的文明才是真的是中国的文明 应该说周的文明奠定下来 一直到今天中国文明当中的许许多多的长远的因素 对 当然他还是在过程当中 当然他也继承一些商的一些东西 可是商的东西 留下来说老实话 少很多 真的很少 对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断层 以至于两千年来 其实很难很难回头去认识商 如果不是到了安阳考古 尤其是不是到了西方的人类学的经验 跟这些知识进来 我们很难还原商代的力量 所以我们说 如果谈中国史的开端最好的方式 其实从周开始谈起是最为恰当的 也不会 从文化上 也不会 我不会这样说 我不会这样说 我还是认为 应该说周奠定了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中国文化 可是周怎么起来 以及周为什么奠定的是 刚刚我们也讲到说 像那种具备有高度忧患意识 成为这个文化当中的内在核心 你非得要回到商 回到那个更早的环境里面 你才能够去解释 好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邀请杨道大哥 继续讲周跟商的差别 谢谢大家收听